大家好我是苹果妹 今天要来教大家设定两种 iPhone的桌面快捷键 第一种是打给指定的联络人 第二种是把你常用的网页 加到桌面上变成快捷键 那我们首先先来讲一下 如何把指定联络人 加到你的桌面上变成快捷键 不管你今天是要用FaceTime 或者是一般的电话 甚至是LINE 都可以这样子直接加到桌面上 那我们今天会使用到一款APP 它叫做捷镜 那这个捷镜它是iPhone里面内建的APP 所以每个人的iPhone里面 应该马上都可以找到这个捷镜 那如果你没有的话 就先到App Store里面去下载 那捷镜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它其实是iPhone里面强大的工具库 它可以做到非常多的事情 那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透过这个捷镜 把这个快捷键加到桌面上 那首先呢我们把捷镜打开 打开之后呢你就会看到这个画面 这边写所有捷镜 接着我们按一下右上角的加号 这边呢就会出现一个新捷镜嘛 那这边我们要来加入动作 那这边呢就分成三种不同的方式 那第一种我们要教大家如何拨打正常的电话 首先按一下左上角的这个APP 点进去之后呢看到这边有一个电话 按这个电话 那这边呢就会出现拨打电话 那这两个其实差不多 所以你按哪一个都可以 那我们现在先按第一个 然后这边就有一个联络人的框框 对不对 我们点进去 然后这边联络人你就去搜寻 你的指定联络人 找到之后呢点一下它的名字 然后这边就会出现打给特定的联络人 那这样子就完成了 然后我们按一下右上角的这个三个点点 然后呢我们按一下这个图示 这边你就可以自己去设计你想要出现的图示 例如说我想要来一个紫色 然后还可以选图形 图形里面有非常多种 你就去选你想要的图示 设计完之后呢按一下右上角的完成 然后在捷镜名称这边你就随便先打一个名称 打完之后呢按一下这个加入主画面 然后加入主画面这边要再打一次 那注意一下这边的捷镜名称 就是会出现在桌面上面的名称 打完之后呢按一下右上角的加入 这样就完成了 那我们回到桌面上 那你就会看到这边就出现了 那刚才我们示范的是 使用一般的电话打给这个人 那现在呢我们来示范一下Facetime好了 那一样呢我们回到刚才的捷镜里面 然后按加入动作 那Facetime的话呢你就按一下这个App 然后下面去找这个Facetime Facetime里面你要选哪一个都可以 跟刚才一样 然后现在就选第一个 然后这边联络人一样我们去修改 你就去搜寻你的联络人 然后按完成 那如果大家不知道Facetime是什么的话呢 它其实就是苹果自己的通讯软体 那它是使用网路来打电话的 不管你是要视讯啊或是语音都可以 那如果你是要视讯的话 直接用这样子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今天要用语音的话呢 你就点一下这个Facetime 里面就可以去修改成Facetime语音 那完成之后呢按一下右上角的这个三个点点 那一样你可以去修改它的图示 跟帮它变更名称 接着按加入主画面 然后一样这边去设定它的名称 接着按加入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呢我要教大家 如何把LINE的特定对话视窗 加到你的周面上变成快捷键 首先呢我们去打开你的捷径 然后按一下右上角的加号 接着按加入动作 然后选择App 这边有一个App 然后去找到LINE LINE在这边 点进去 然后这边你就会看到有一些联络人 所以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选择的 但如果这边没有你要的联络人的话呢 我等一下再解释要怎样把联络人加到这边 那假设这边有你要的联络人的话 你就按一下它 然后就出现这个画面 接着按一下右上角的三个点点 然后这边呢点一下这个图示 你可以设计图示 例如说我这样随便设计完之后按一下完成 然后捷径名称你就随便打一个 然后我们这边可以把它全选 然后复制起来 接着按一下加入主画面 接着这边呢再打一次这个捷径名称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复制上来 接着按一下右上角的加入 然后这样就加入主画面了 我们来周面上看一下在这边 那接下来呢如果刚才在捷径里面没有出现你要的联络人的话 要怎么办呢 首先去打开你的LINE 在LINE的主页这边呢按一下右上角的设定 就是这个齿轮 点进去 接着滑到这下面呢有一个Siri捷径点进去 然后这边呢先把它关起来 然后这边有一个对话式抽样就按停用 那这边呢我再提醒大家一次 除非你刚才捷径里面没有你要的联络人 你才需要来停用这一个选项 那你就按一下停用 接着呢再一次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呢去传一条讯息给你要的那个联络人 或者是用LINE打给他 例如说我现在用这个趋程式的账号做一下测试 例如说我随便发一个讯息给他 或者是你要用通话也可以 那传完讯息之后呢我们先把捷径 从背景执行里面滑掉 就是由下往右上滑 就会出现这个画面嘛 然后把捷径滑掉 然后再一次打开捷径 然后这一次我们再新增一次 加入动作 然后呢APP 里面的LINE LINE在这边 里面呢就会出现你刚才传讯息的 那个联络人了 那如果你是打给那个联络人的话 也会出现在这边 你就点一下那个动作 然后按一下右上角三个点点 这边呢去更改他的图示跟名称 然后按加入主画面 然后这边打完之后按加入 这样就加入你的主画面了 那加完主画面之后呢 记得按完成 然后再按一次完成 这样就可以了 那加到主画面之后 如果你想要把它删除的话 一样就是长按那个图示 然后这边你就可以删除书签 这样就可以了 再来第二个我们要示范的就是 把你常用的网页放到桌面上 变成快捷键 首先呢去打开你的Safari 然后去打开你常用的那个网页 那例如说我想要把这个网页 加到桌面上的话呢 我就按一下下面的分享键 这边有个分享点进去 然后下面呢 你会看到这边有一个按钮 叫做加入主画面 我们就按一下这个按钮 接着呢你可以在这一栏 帮它命个名 那这个名字呢 就是会出现在你桌面上面的名字 那打完之后呢 按一下右上角的新增 这样它就出现在你的桌面上了 那我们今天呢 这个小小快捷键的教学就到这边 希望有帮助到大家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者是想要学的iPhone教学的话 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 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苹果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请不吝点赞 乳董 词